大家好,把一块猪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,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特色美食。 很多朋友没有吃过,更没有见过,开胃又解馋。 吃过都夸你是大厨,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肉。 把猪肉改刀切成小块,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,尽量切得薄厚均匀一些。 我这里选用的是里脊肉,也可以用猪前腿肉。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备用。 准备一个小碗,放入适量的姜片。 葱段,加入少许的清水。 抓出葱姜汁,大概抓至两分钟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肉片中加少许的盐。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。 再加入适量的葱姜水。 用手抓拌均匀,让肉片吸收水分。 我们不要放入料酒,因为料酒容易让肉质发酸。 加入葱姜水去除肉片里面的腥味,还能够使肉片更加的嫩滑。 把肉片搅置上劲。 最后抓拌成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然后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。 继续用手抓拌均匀。 因为红薯淀粉粘性比较大,这样煮出来的肉片滑嫩不柴。 这也是饭店里肉片滑嫩的关键。 接下来起锅烧水。 烧开后改为小火。 放入腌好的肉片,一定要一片一片地下入。 这样不容易粘连。 刚下锅不要乱动,先把肉片煮至定型。 然后用铲子轻轻地推动。 让肉片受热更加的均匀。 把肉片煮至变色,表面晶莹剔透。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 好了,捞出。 放入凉开水中清洗一下。 因为肉片上裹上红薯淀粉,它的粘性变得非常大。 好了,倒出控水。 装入盘中。 接下来调个万能料汁。 碗中放入小米辣、蒜末、葱花。 加入一勺盐。 一勺鸡精。 一勺白糖提鲜。 一勺熟芝麻。 适量的麻油。 适量的生抽。 喜欢吃辣的多加一些辣椒油。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用勺子搅拌均匀。 哇,太香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料汁拌什么都好吃。 再把调好的料汁浇在肉片上。 太有食欲了,看着都流口水。 一倒水煮凉拌肉片就做好了。 肉片口感非常的嫩滑,麻辣鲜香,无硬不柴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 请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吧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好,西红柿和鸡蛋不要只会炒着吃了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独特做法, 保证吃一次就忘不了。 鲜香开胃,好吃又解馋。 首先准备一个西红柿。 在西红柿顶部切上十字花刀。 然后放入碗中。 倒入刚烧开的热水,把西红柿烫一下。 烫好后撕掉西红柿的皮。 西红柿皮影响口感,一定要撕干净。 去皮后把西红柿对半切开。 去除根底。 然后切成片。 再切成条。 最后切成小丁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。 最后切成碎丁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一根火腿长切成片。 切成丝。 再切成丁。 少许的小葱切成葱花。 再准备五毛钱的猪肉改刀。 切成肉末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。 准备四个正宗的母鸡蛋打入碗中。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底味。 少许的白醋去腥。 用筷子充分地搅散。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。 准备一个小碗。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。 加入少许的清水。 用勺子搅匀。 搅拌化开。 再把淀粉水倒入鸡蛋液中。 放入火腿长丁。 搅拌均匀。 再把西红柿丁加进来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接下来锅中加少许的油。 油热后倒入鸡蛋。 小火把鸡蛋煎至定型。 轻轻地晃动锅摊成大一点的蛋饼。 一面煎至金黄后翻过来煎另一面。 两面都煎至金黄即可。 盛出备用。 锅中加少许的猪油。 油热后放入瘦肉。 炒散炒香。 加入一勺黄豆酱。 炒出香味。 然后下入胡萝卜丁。 加适量的番茄酱。 炒出香味炒至断生。 然后加入一勺清水。 加一勺盐。 少许的生抽。 翻炒均匀。 大火烧开。 烧开后加入适量的淀粉水勾芡。 像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汤汁浇在鸡蛋饼上。 最后撒上迷人的小葱花。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饼就做好了。 营养丰富。 开胃解馋。 吃过都夸你是大厨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大家好。 我是万万没想到把木耳倒入油锅中,出锅瞬间变美食。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,更没有吃过。 接下来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准备适量的黑木耳。 我们在挑选木耳的时候也非常重要。 如果木耳两面都是黑色的,可能是用药水浸泡过的。 要选这种正面无黑光润,背面是灰白色的。 两面颜色都不一样,这种木耳才是好木耳。 而且好的木耳,重量也比较轻,用手一掰就碎。 买回来以后放时间长了也不容易发霉。 把木耳倒入一个大碗中。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,一勺面粉。 再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。 用手搅拌均匀。 加入了白糖可以使木耳快速地泡发,减少泡发时间。 加入了面粉,能很好地吸附掉木耳上面的杂质和灰尘。 搅拌均匀后,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,把葱白部分切掉。 锅中提前烧开水,加少许的食用油。 然后放入小葱烫一下,这样烫过的小葱颜色比率味道更香。 大概烫20秒就可以了。 捞出空干水分。 稍微放凉后把小葱切成葱花。 尽量切得碎一点,这样葱香味更加地浓郁。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 10分钟后我们的木耳也泡好了。 这样泡木耳特别地快速。 泡木耳的水也非常的脏。 然后放在流动的清水下抓洗干净。 洗至水清澈。 清洗干净后放入漏勺中控干水分。 把比较大的木耳撕成小块。 我们再准备两个正宗的母鸡蛋打入碗中。 加入一勺食盐。 少许的胡椒粉。 一勺十三香。 一勺麻辣鲜。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,让所有的调料充分地融合。 然后加入一勺面粉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,把面粉搅拌至没有颗粒。 再加入玉米淀粉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这里面粉和淀粉的用量是2比1。 加入淀粉可以使炸出来的木耳更加的酥脆,凉了也不回软。 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木耳倒入面糊中。 切好的小葱花也加进来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,使每一个木耳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糊。 亲爱的朋友们,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。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赞转发出去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最后把木耳搅拌至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往锅中倒入多一些的食用油。 把油温烧至五成热,放入筷子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。 然后转成小火,把裹好面糊的木耳一朵一朵地放入锅中。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。 我们要小火慢炸。 火太大的话很容易炸糊了。 炸的过程中用筷子轻轻翻动,使木耳受热更加地均匀。 把木耳炸至全都漂浮起来。 炸至表皮金黄酥脆就可以了。 好了,捞出控油。 哇,闻着就非常香,看着也特别有食欲。 装入盘中就可以直接吃了。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撒上一点辣椒粉。 再撒上一点孜然粉增加香味。 这样炸出来的木耳外苏里萃。 葱香味非常的浓郁。 下酒又下饭,当小零食也非常的不错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